接下來繼續把新增N個節點至環狀串列至最後完成 加一些必要的元件 我們要用TextBox 拿到 個數 還有一個TextBox要拿到Random的Range 需要必要的Label Label 為了避免 這個值要重複的KeyIn 那我就把這個Range先定到1000 那這個N我就先給10個好了 一樣的道理 前面的Element其實都可以先把它的值先設好 那 新增一個Button 這個Button就要處理 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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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s 透過 TextBox3 拿到 N的值 N的整數值 拿到它的Range 產生 N的乱數 為了確定乱數的確有被產生 我們把產生的乱數放在 正列裡面好了 那 乱數產生先放在 Data的正列裡面 我希望它不要是0 所以我們做個 加1的動作好了 這樣子Render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1到Range 有了Data之後 我們做的很簡單 因為我們可以用前面的 Function 我們要做的是 在last的後面 所以我就說 insert last Data 那我就把這N個 都insert進去 為了要確定 有這些Data 我想知道這些Data 原始 設定一個新的變數 String 那一開始是 控制傳 把產生的RandomNumber 呢 就一個一個 並到這個 String上面去 用一個底線 作為 兩個Number之間的分隔 在這個復迴圈 把Line 也結合出來之後 我們就在ListBox1上面 把這個Line 秀出來 秀出來的時候 我把 所以我用一個N 哪些呢 那就是Line所構成的 子串 把它印出來就可以 除了 除了印Line之外 我還得把整個List 印出來 那只要呼叫一個PrintList 參數給First 我們就可以把整串 串列 列印出來 我們做一下測試好了 有錯 錯在哪裡呢 看一下 它告訴我們 喔 String沒有宣告 原來是我把那個String 拼錯了 把它修正一下 沒有問題了 做一下測試 Random 十個Number 所以我不但看到 這個Number 原始的模樣 我也看到它 一一被加入 串列裡面去了 三個 再加三個 一樣 它也能夠 完成使命 那你要 有了Random 的 串列之後 你要InsertFirst InsertLast 其實都很方便 大家再試一下 所以一開始你可以利用 產生 多個亂數 做為串列的基底 其他就一一的做 像Search 我們找20 當然就找不到 我們找170 在170的前後 做一些動作 譬如說 我在170 然後 之後新增 999 我可以順利的完成 或者我在170之前 新增888 我也順利的完成 甚至於我要Search AndDelete 170 我也能夠 順利的做完 170被刪除掉了 下一個需求來看 怎麼樣清除所有節點 但是開頭空白節點 不要輕調 並且把這個空間 還給系統 我們就繼續做一下 在工具箱裡面 新增一個按鈕 準備把所有的 List的Element 全部Clear掉 在這個ClearList裡面 其實就直接呼叫了 ClearList 把First傳進去 把整個List Clear掉 當然 最後看一下 印出來是什麼結果 印出來應該是要空的 比較對 那ClearList 還沒有Defined 到這邊來做 準備一個 準備一個指標 StructureNode 那我們跑一個Fore圈 讓所有的串列都走一遍 First的Next才是真正的第一個Element 那要逛完一圈是什麼條件會成立呢 如果P等於等於First 那他就是逛完一圈了 那他就是逛完一圈了 在此之前 他都要做這樣的事情 做什麼 把P設成P的Next 好各位注意 我們當初是用這個 來把所有的串列的Element 走仿一遍 似乎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終究是要Free掉P 就是把他的Memory還給系統 可是Free掉P之前 我一定要關心 我的尾巴怎麼辦 我的尾巴要給我的前一個人 串起來才對呀 好那第一個人是First 他的前一個是First 我們這樣試 各位看覺得好不好 First的Next 會等於P的Next 就是我即將要FreeP了 可是我把P的下一個 串到我的前一個 很好 這是一個非常妥善的安排 有了這個 我們就可以把PFree掉 好 好 看起來很不錯對不對 看起來很不錯 再仔細看一下 是第一個 這是最後一個可能 這個是P等於P的Next 可是這個時候突然發現 你Free掉P了 然後你再去要P的Next 這會不會出錯 會當然會出錯 好肯定會有錯的 我們來試試看 先加入10個 要把它清掉 馬上down掉給你看 馬上down掉 你把PFree掉吧 那你這時候要P的Next 已經被Free掉的東西 要它的Next 這時候沒有東西 所以就死掉了 那這裡怎麼處理比較好呢 各位 其實P已經被Free掉了 那我們這裡如果換成First 各位覺得好不好 因為P被Free掉了 那麼First的下一個 可是First的下一個有沒有被調整 有啊 在這邊被調整 有沒有看到 調整到它的下一個 所以我們把P設成First的Next First一定不會被取代掉的 所以First的Next一定有東西 這樣做比較保險 各位看一下 好我就新增10個 我刪除10個 刪除10個 刪除10個印出來 當然就剩下一個空的了 可是我們還做得不夠多 我們執行一下 好這有10個Element 我就把它新增 然後我把它清除 整個清掉了 看起來不錯 再新增10個可以嗎 當掉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當掉 為什麼會當掉 好仔細看喔 仔細看喔 我們當初在做新增的時候 我們是做了一個 我們是做了一個 我們也就妥善的安排了 因為我們把Last的指標 有妥善的更新 讓它指到真正的最後一個 可是你做Clear List 你把這個List Clear掉 Clear掉之後 請問那個Last現在指到哪裡 對 Last所指到的Node 因為你的Clear掉 那個Last的指標 它指到的東西 也被Clear掉了 對吧 所以你的Last已經 已經不知道了 導致於你在做一次 Randomly insert的時候 它要InsertLast 那它就去找 可是Last這個時候 沒有東西 所以它當掉了 這個bug很麻煩 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難找 一定要小心 你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缺了這個Last的更新 導致於我們剛剛會出錯 我們趕快把Last的更新 補進去 我們什麼時候做的呢 Clear List裡面 它把所有的節點都Free掉了 那這個時候 Last應該等於誰 應該就等於First 應該就是空白空節點 因為裡面 沒有真實的Element在了 我們如果做這個定證之後 你再跑一次 新增10個 刪掉 再新增10個 再刪掉 再新增10個 這個時候一切都順利 因為你在InsertFirst裡面 我們再做一次 InsertFirst 這個都可以再清掉 我們的Last的有沒有更新 有啊 所以清掉是正確的 再Insert Last的有沒有更新 有更新 所以它也是正確的 再Clear掉 再Insert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但是千萬小心 你做Clear List 一定要記得把這個 Last等於First 一定要Maintain住 這個Last 再來是找到一個小小的Buck 這個拼字拼錯了 Clear List Clear List 剛才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CopyPassed 所以那邊錯 這邊也錯了 好 Compile都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 把這個順利都完成了